原拓海 原拓海其實最注意的事情就是 講話不能高低起伏太多 都一直維持平平的 然後 有時候眼神啊 眼神要有一點呆滯 呆呆的這樣 不是看起來很有精神的 我覺得這兩點是蠻重要的 其實跟朋友反而商量比較多 因為朋友都很喜歡這個漫畫 那 其實他們也覺得這個漫畫的 這個 屯原拓海感覺有點跟我很像 不太在說話這樣 然後活在自己的世界 對旁邊的事情都好像不太關心這樣子 那我覺得反而跟朋友討論的比較多一點 其實他 他是從頭到尾都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 有趣的應該是 他喝酒 演戲 他說他覺得這樣子可以刺激他的 演技 那 Alison其實很像 小孩子這樣 那 我覺得他個性很直接 那 在 在戲裡面我覺得他是 偶像 兼具實力派 因為 有些偶像可能不見得會演戲 那他是屬於長得好看 又會演戲 對 那余溫樂呢 是 小孩子裝大人 小孩子 小孩子 就是 會跟我 其實我覺得我也是小孩子 我們兩個常常會比來比去 那 不管是比 賽車啊 比 穿衣服啊 比 籃球啊 什麼 那 我覺得他的個性蠻好的 對很少看到他發脾氣這樣 好 好 好 都文哲是天生的諧星 就是 很會搞笑 我覺得戲裡有他真的加分 加分很多 那 他 我覺得他跟 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他 我認為他跟這個黃修生 這兩個角色是選得最好的 最適合的 就是他的哭戲 我後來跑走了 有一段最後結束我跑走了 他跪在地上哭 非常細我在旁邊看 好慘喔 很想告訴他 我沒有走 我沒有走 你不要哭了 可是 我就不能講話 但是我就覺得 哇 導演為什麼一直都還沒有喊卡卡 然後 他就一直哭 哭到導演喊卡 我覺得太厲害了 我希望可以 有續集 因為很想再跟大家合作 那在做音樂上面其實我一直很孤單 有機會跟大家合作 當然希望 我喜歡私底下的自己 私底下 這是別人看不到的 其實在澀谷 澀谷 澀谷 之前住在那邊 因為那邊很方便 旁邊有一條巷子 裡面也有一個拉麵店 開到很晚 我都會去吃 對 那個真的很好吃 但是他好像就只有一種 就只有一種樣式 台灣的歌迷 其實 台灣的歌迷 台灣歌迷 其實 我覺得 都還滿支持我的 就是從 從我剛發片 到 六年前 到現在 有些面孔看 都是熟面孔 老朋友了 這樣 感覺 日本是第一次來 那 有這麼多的歌迷 其實我自己是真的嚇一跳 嚇一跳 那 我希望他們 也能夠像台灣歌迷一樣 就是 一路 以來一直支持我 不管我之後的 音樂 他們是不是喜歡 對 對 真的 你如果來台灣 我可以載你 但是最近沒有了 因為 我朋友常常笑我 這樣子做很白癡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aycho 各位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看我的電影 很高興 可以來日本做宣傳 除了電影之外 也希望你 喜歡我的音樂 謝謝 那 誰 在